香港有很多外海釣魚愛好者 在這裏可以找到各種各樣的釣魚活動 是一個神秘又充滿挑戰性的活動 為了迎合外海船釣初學者 我將會推出一套從零開始去外海的全攻略 由理論到實際操作 我都會用詳盡的方式為大家介紹 務求可以令到一個新手 從零開始去外海 大家好,我是Eason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這條是一個三千訂閱的影片 很感謝大家支持 我想多介紹一些我自己給大家認識 這裏是我們公司 大概六百多尺 現在這個環境是很舒服的工作環境 不過因為最近很多品牌推出 有很多東西做 所以都比較亂 以前我和我師傅和我老闆 就在一間一百尺的 都不夠好像六七十尺的公司 只有一張桌子兩個人做 當然慢慢就越做越好 幸好我師傅帶著我去做 那這裏有隻杯 這隻蘑菇杯 到現在都還在 這裏是我第一次跟我師傅出作的時候 那時候還蠻瘦 穿西裝也蠻帥的 這個蘑菇杯很漂亮 這裏是我們的牆 很多很多不同的回憶 這裏是我一個很強的師弟 藍 很多很多的人一路一路加入 這裏是我的師弟 這裏是我們拿獎的時候拍的照 那如果大家有需要這個婚禮服務 或者BB服務 都可以找到我們的公司 雖然我下年已經差不多接近了 你們未必找到我 但我公司還有很多非常好的人 有興趣可以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很小時候 忌手的時候 就是這樣 這個是我以前在小學做電腦的時候 拍的方向小學的人拍的照 好 那我們現在就正式開始 今天這個影片了 淺潭釣魚Youtuber和收入公開 想不到這麼快可以收到贊助 好多謝香港釣友討論區 和Expert加快看到我 我一定會努力去試用你們的產品 遲些等我試好了 我再告訴大家 和大家分享 也都好多謝大家 這兩三個月來的支持 除了多謝大家 我還想分享我這兩三個月 做Youtuber的感受 有一個香港釣魚的Youtuber 他的頻道 營運了兩年 平均一個星期 是上載兩三條片 而且是有字幕的 由文案 宣傳 覆留言 所有版面設計 都是他一個人去跟 他用的時間 我相信 不是大家可以想像到的 現在其實很多香港 很好的Youtuber 都沒有什麼再上載 例如SG 黑武士 阿傑那些 都已經幾個月沒有上載 甚至一整年沒有上載 這條十三萬人看過的影片 只有三百多人讚好 我想裡面都不知道 有沒有一百多人 真的會訂閱這個頻道 訂閱對於我們Youtuber 其實是沒有任何利益的 只是一個給外人看 或者給廠商看的數字 我不是想叫大家盲目地 讚好和訂閱 如果大家覺得那個Youtuber 真的做得很差 好不好 絕對是可以做你的選擇 但是如果差一點 他又用心去做 效果都可以的 大家不妨鬆手一點 盡量多點讚好訂閱和留言 當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支持一下我 其實我也很需要訂閱 做Youtuber 我覺得是一個夢想 希望跟大家分享自己有的東西 也都希望得到大家的認同 再好的夢想 都要建基在現實之中 才可以實現 我覺得有付出就應該有收穫 好多謝Youtube這個平台 給我們一些廣告費 雖然不是很多 但是都是對我們一些小小的鼓勵 多謝Youtube 那現在我就來公開 我做了Youtuber 四個月的收入了 好 那我們現在打開Google 再入Youtube 打開裡面有個叫做 創作者工作室的 然後點進去數據分析那裡 裡面會有一個盈利 再把那個盈利交回由開始到現在 1236元 這個就是我做了四個月的收入 今天是2020年6月19日 這一刻我就是賺了1260多元 那這條影片到這裡就完了 好多謝大家看到來這裡 希望廠商都見到我們釣魚的Youtuber 釣魚的Youtuber 雖然我們訂閱人數不是很多 但是我們看的人 其實都是精準的客戶 如果你們有什麼需要宣傳 可以多點找我們釣魚Youtuber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謝謝 按讚 個讚 你 有